大家好,我是Tina 今天我们从安格雷奇登上极光列车 去游览迪拿里国家公园 随着列车长一声大喊 All on board 我们开始一路北上 Dinari是阿拉斯加的原著名语 对麦金利山的称呼 意为高高的那一刻 Dinari公园占地2.5万平方千米 是三个皇室公园那么大 Dinari国家公园1917年成立 是美国第二个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 这趟著名的观光列车 终点站是被誉为 世界极光之都的费尔班克斯 列车全程360英里 慢悠悠地行驶12个小时 同样的发车时间 Fairbanks也会有一辆 开往Anchorage的火车 这趟著名的观光火车 驶过之处 简直就像游历一个巨大的 风景画廊 非常推荐 很多来到阿拉斯家的小朋友 非常开心的说 仿佛坐上了东华天里的魔法火车 吉利特快讲述的是在圣诞前夕 一个小男孩乘坐北极列车 去拜访圣诞老人的故事 列车将会途经北美第一高峰 迪南里峰 海拔6194米 从火车上可以拍摄到15公里以外 覆盖着海拔白雪的迪南里竹风 如果你想要更近距离的看看阿拉斯加山脉 和高耸的迪南里峰 可以参加飞机的游览 有兴趣可以点击我另外一个视频 有具体的介绍 请点击Tokina小镇 这里属于高尾荒原 有39种哺乳类动物 熊 狼 巡鹿 北美迷鹿 大脚羊 松鸡等等 鸟类有160多种 鱼类有14种 迪南里公园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在游览的途中 很有可能会偶遇 蒙翻天的小动物 迪南里公园的夏季 是每一年的5月20日 至9月中旬 如果错过了整个公园的夏季 公园内的巴士就停止运营了 那时候大部分的道路也会关闭 我个人喜欢8月和9月去游览 可以更多的看到野生动物 在迪南里公园 一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可能下大雪 所以道路在春天或者秋天 也可能根据情况开放或关闭 请大家出行前到网站查询 好消息是巴士服务结束之后 公园会抽取道路彩票 如果你中奖 天气条件允许的话 人们仍然可以自驾进入公园 可以开30英里 直到Tokina River 遗憾的是一旦下雪 所有的车辆只能从公园的游客中心 总部出发 最远行驶三英里 但是人们还是会在冬天来到这里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欣赏一下雪景 踏踏雪 总结下来 游览公园的时间 被限定在每一年的5月20日 至9月中旬 其他的时间 只能在游客中心附近徒步 公园规定 开私家车只能最远行驶15英里 想要去更远的公园内游览 仅限于乘坐公园提供的巴士 需要提前预约 乘坐公园的巴士 配有专业的导游讲解 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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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队 广阔的树林中 大多数为画树 北美洋树 红山树 这些树林 这些树林为很多的动物 鹿 熊 狐狸 和山猫等 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和食物的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集 我们会去到 极光之都Fairbanks 追寻美丽的北极光 我们下一集见啦 谢谢收看